好的拜登退選的消息是引起了全球的高度重視 而我們在日本當地也先翻閱了報紙 不過呢昨天拜登退選時間是 有宣布退選消息的時間是日本當地2點46分的左右 那現在呢報紙上面還沒有刊登拜登退選的消息 不過我們翻開他的第二頁第三頁 在國際以及綜合版面的地方 就看到很多針對美國大選的相關社論專欄 其中呢提到說 川普不屈勞然後對拜登攻擊全開 而且在拜登退選與否 在民主黨的內部其實是產生嚴重的分歧 讓過去前總統們都分成了兩派 日本報紙這邊還特別點出說 希望拜登退選的前總統歐巴馬 因為歐巴馬昨天其實第一時間就發布聲明 在揚拜登退選是一位高尚的愛國者 而且肯定他 這個一定是他一生做過最艱難的決定之一 那經濟新聞呢其實討論說 川普的言論 言論呢讓日股下跌 他們也特別提到台灣的股價 其實也是下跌的狀況 日本媒體呢其實對拜登退選 這個消息是高度重視 他們第一時間當第三點鐘 開始播氣象的時候 電視台他們就馬上的發布快訊 拜登發表退選的這個宣言 而至於這個震撼蛋呢 對於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 我們也會持續待你掌握 我想 疑